台积电西境登陆的投资案备受产业关注 有分析师认为半导体产业已经是中国大陆福祉的主要产业之一 而快速成长也对全球的大厂带来压力 不过台积电仍然掌握了先进制程的技术 未然仍然有机会掌握中国大陆的重量级订单 继全球半导体龙头英特尔和三星之后 台积电终于也要登陆 依中国制造2025蓝图 半导体业在中国大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实上中国大陆本土晶圆厂无不受到国家政策支持 中芯国际还要打造中国大陆最先进的集成电路研发平台 为全球各地的业者带来压力 特别是中国政府也有意落实 那么未来在当地销售的一个晶片要大量在中国生产 那么对台积电来讲 未来在南京的12寸厂的一个接单 应该会是以行动装置晶片 那以及在LCD 驱动IC 触控IC等等的这些解决方案为主 不过专家分析台积电相对掌握先进制程 还渴望凭借着在南京建立完整的设计生态系统 帮助台积电维持现有订单 甚至打败中芯国际抢下重量级订单 当地能够提供的一个先进制程的晶圆代工的服务相对的不足 所以在这个需求的缺口刚好是台积电可以琢磨的地方 也就是说未来2018年下半年 台积电渴望用16奈米制程来开出产能 那么届时中芯国际恐怕只是在14奈米量产的一个初期 量率是不会很高 视为基但同时也是一大机会 专家表示未来中国大陆占台积电合并营收的比重 还渴望突破10% 超越欧洲仅次于美国和台湾 成为台积电第三大销售地区 有点TV陈华李嘉宏台北报导